这下午都不是论文 也没什么问题 卧槽 你哪里那个腿 这是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油灯徒子 真没感觉 真没感觉 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人洗澡 对不起 六 六殿下 什么六殿下 等等 等等 我不是在实验室吗 穿越了 六殿下 这里是女眷御池 即便您贵为皇子 也不能擅闯啊 难道我穿越了 三十六级组围上 开六 六殿下 你怎么在这啊 你可让龙子好走啊 沈姑娘 今日之事 你知我知 万不可对外生章 万一让娘娘知道了 怪罪到丞相府 那可就不好了 六殿下之前贸然求取臣女 已是约了规矩 如今你要 还望六殿下 自重 殿下 皇上 这个司徒 找你 皇上 你快随老人走 我不去 干嘛 我不去 我不去 徐州水患 事官名声 太子 及个皇子 皆臣报了有关此事的策论 爱妻 你也看看 是 外国使臣马上就要来返 内忧必须解决 万不可 在使臣面前露气 太子提出 龙丧不能照我们宣课 要是以当地的人口和环境 倒是细致 三皇子主张发展能力 广开明智 浮于表面 六皇子倒是提出了个很有趣的观点 说群中长年灾害 留名都在外地求生参加 长此以往更迷流失 又会造成无人耕种的群意 老六近日倒是开窍了 稳重了许多呀 宣 宣太子与六皇子 敬见 参见父皇 你们的测论 朕已经看过了 关于运输 你们 有什么想法 不是吗 刚穿过来就让我提测论 儿臣认为可走水运 徐惠运河连接两地 是最快达到徐州的方法 老六 你呢 儿臣以为 物资之所以受损 就是因为走了水落 我看你就是满嘴谎言 不懂 装懂 所以你认为当走汉帝 走汉帝会增加十天的路上 怎么会比水运更好 更何况 徐惠运河是父皇一派众意修建的 难道你是说父皇错了 你认为此举 正错了吗 儿臣不敢 儿臣认为 徐惠运河的确为两地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但是那批粮食不就是因为水灾才变得潮湿的吗 如果再行水落 只不过会增加粮食的腐败进程 那批粮食再运过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吧 还不如走汉路 虽然增加了一些时间 但是起码减少了一些损失 看来老六还真下了一番功夫了 太子 你也要多学学 做事不能只看表面 我怎么没有想到六皇子所言极是啊 还是六皇子思虑周全呢 太子倒是想得片面了 六皇子近日风投正圣啊 六皇子近日风投正圣啊 启奏陛下 徐州使唤 百姓流离失所 朝廷理应过苦之灾 只是 如今边关告起 多了些饮料 此时国库空虚不知如何是好 钟爱卿 你没有什么好办法 微臣认为 方才六皇子展现金氏之大权 应该对此事有些许证 对呀 六弟昨日才与我说要为父皇分忧 不妨说说 我什么时候问你说话 你俩这是狼狈为奸故意找茬啊 老六 那你就说说 儿臣以为 如果 呃 儿臣认为 既然外债无法收回 那何不在内债中筹谋 我记得先生曾经和我说过 先例仁慈 曾经援助过各地的商户 而且都立下过字举 如果能将这批银两知回 我觉得 定能解燃眉之惊 好 此事就交由你处理 朕再等不得 给你三日 三天 这年头啊 要债比欠债还难 爷 那几个欠钱的大头连府门都不给开 小心进去了 也是绝口不提欠钱的事 小娘子 往哪跑啊 哎哟 有了 他们不来 我们就比他们更无赖 哎 老口不挡道 想不想挣点外快 嗯 嘿嘿嘿 好嘞 走 哎 爷 到底是什么法子呀 等着看好戏吧 不会闹出人命吧 这帮收债的呀 稀里的 挂上一天都没事 就看咱们的张员外 能坚持多久呢 张员外欠钱不还 快开门呐 要不然我一家老小只能吊死在你家门口了 快还钱呐 嘿嘿嘿 六皇子真是大智慧啊 竟能让张员外如此爽快的还钱 在下佩服啊 继续 少不了你好错 得嘞 老六如期把账目收了回来 朕要赏你 想要什么赏赐 这些都是儿臣的份内之事 谈不上家赏 朕总是要赏赐你呢 明日宫内社庆功宴 再赐你上朝议事的机会 仅凭这点功绩就上朝议事 怕是对其他皇帝不公平 不如在庆功宴上表现一番 也好展示其才华 令其他皇帝幸福 就这么定 听说六皇子文才斐然 前些日子为国分忧 可是传遍了大用 我真是文才斐然 怎会一直顶着草包的名头 怕不是谣传 怎么哪儿哪儿都有挑事 草包一个 今日比试就是你原形毕露之时 婉儿姑娘这话可就难听了些 我六弟毕竟与你有婚约 不是吧 我还跟他有婚约 只会耍手段让皇帝赐婚 逼得我哥哥只能答应这桩婚事 我儿姐姐 快别说了 当心被陛下听到了 谁乐意娶你啊 要娶 也娶沈青竹了 你 何事你们吵吵闹闹 全女与六殿下打赌 如果六殿下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做出一诗 我便答应嫁给六殿下 如如不能 我便当场退婚 愿陛下成券 好 若是老六做出诗举证明自己 我看也可上朝一世为国分忧 若是老六做出诗举证明自己 我看也可上朝一世为国分忧 陛下 家妹年幼 方才口出狂言 口无遮拦 实属无心之举 请陛下恕罪 朕若不答应 倒是恶人 那便依你 不用一炷香 金尊清酒等十千 玉盘针修迟万千 平碑投注不能使 拔剑四顾 心茫然 这几句实在是平平无奇啊 闲来垂吊碧膝上 呼呼成舟 梦日烟 行路难 行 多其路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 几苍海 六皇者这诗气势豪迈 诗乃万古佳作呀 是啊 特别是那句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几苍海 梦婉儿 这回心服口服吗 这首诗绝对不是你做的 你肯定是提前辈的 婉儿姑娘竟然提出质疑 六帝 可不自证一下 他根本就不学无术 这是众所周知的 怎可能短短几日便满副诗书 定是抄袭 六皇子值钱文采不写 光凭今日这一首诗 确实不足以证明 大风一日 同风起 独摇直上九万里 这怎么可能 解乐生前 一杯酒 何须身后 千载名 仰天大笑 出门去 我被启示 横耗神 狂 太狂了 各位 我 多说无意 你们来制定题目 我再多做几手给你们听 好不好 马座狄卢飞快 剑如霹雳玄金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五四六 四南望 五百雕公主满月 西北望 仰天 这真的是六皇子所作之事 是以大气磅礴 自成一派 方可和千古名句做对比 六皇子留下千古名句 大庸人才辈出 兴国有望 李婉儿 这回可算我而赢了 我 愿赌服输 传闻中败绪集中的六皇子 能做出此等诗评 想来传闻当不得真 那这婚式 六皇子自知才学甚高 还拿这婚式当土 想必早就有了退婚的心思 哎 还是尚书大人懂 父皇 既然今日婉儿姑娘 都已经拒绝了这婚事 你们就此作罢了 而且尔臣啊 心里其实 已经有了心爱之人了 什么 玲珑骰子 安红豆 入骨相思 知不知 我要娶她 我要娶她 沈姑娘 可否愿意 臣女婚事 但听父母之言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老六 便可上朝一室 正好 过两日 西洋使臣 要来访 西洋使臣 西洋繁华 若是能与我大雍同商 多有必依 不错 此次西洋使臣来访 极为重要 若通商一事不成 雍国商也 必遭重创 所以此事 必须成功 不许失败 父皇 儿臣早已准备好 翻译官 一定能拿下使臣 只有翻译官 是远远不够 此次接见使臣的人 不仅 要能言善辩 还要能文能武 近日 朕 对老六刮目相看 所以朕就破例 让老六 加入拙选 文笔 大家有目共 待后日 无比 朕 将在太子 与老六之间 选出 接见使臣之人 不可啊 父皇 六帝从未接触正事 万一出了一次差错 使臣发怒离开 又该如何是好 老六 你可有把握 若是能拿下使臣 朕答应 给你和沈姑娘赐婚 儿臣 接旨 无比 竭尽全力 父皇竟然信任 那个废柴 无了使臣 看见男命赔偿都不够 陛下 现在该如何是好 这名人真是比武 想不想 可疑 他是不能了 那便让他不能成事 顾在骑射上面 整个大拥都无人能及 这太子明显就是针对我呀 父皇也是 不就是接见了使臣 搞什么文笔无笔的 看死天下 是年呢 你说 这无比能考什么呀 赛马 射把 打猎 任选棋 太子射箭当属敌 所以这一次 应当会选择射箭相比 射箭 我一窍不脱 有了 我可以做个外挂呀 六弟的骑射 常年见底 这次可别为了 接见使臣 逞强啊 不是怎么知道 没事 那你可就小心点啊 别在世家公子面前丢了脸 什么破功这太重了 拉开就已经用尽全身的力气了 这怎么可能 上阵杀敌啊 六殿下怕是在为自己找补吧 在骑射上面是一窍不通 六公子还是趁早认输吧 免得丢尽了脸面 太子殿下全中 太子全中 果然还是稳定发挥啊 哪里 我都知道 太子骑射六翼样样精通 尤其是射 尤为突出 太子可不像某些废物草包似的 是吧六殿下 六弟 怕是要输了 你们可真能逼逼啊 跟你了 怎么不接啊 怕是不敢吧 这会儿怕了吧 那还不急了吧 漂亮小丑 我要换我自己的功 凭什么你搞特殊 这不是在作弊吗 准了 怎么没看到剑啊 怕是一剑没中吧 六皇子莫不是在吹牛 六皇子一剑射穿马鑫 怎么可能 唯一学术借大 好公众 核延发明 善长 就是你这功有危险 靠投机取巧得意之上 你不信啊 那你自己试试 老六 这功是如何制成 疾病父皇 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弩 但是比弩的威力更大 重量更轻 并且更加方便携带 看来老六越发成熟了 今日无比 老六上 这接见使臣的任务 就交由老六 若是能让使臣满意的话 朕就赏你 去军火箭任职 这是怎么回事 班义官昨天晚上暴毙了 什么 皇兄这是 这不是六弟你第一次议事吗 我想过来看看 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帮衬 那可要多谢皇兄了 哎呀 真是可惜呀 六弟好不容易得来的差事 又出了这等事情 你说你又不会外语 这可怎么办呢 是啊 皇兄建议如何 不如让我去 虽然维兄不如翻一关 但是简单的接待 还是能硬化的过来 皇兄 皇兄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呀 这话什么意思 我可不会算学 翻义官死亡 老六 你说该如何呀 父皇 儿臣一定能够找到新的翻义官来迎接外国使臣 外国使臣 今日就到大雍使馆 时间紧迫 儿臣快马加鞭 亲自去宫外寻找 定能 我看你难当此人 还是回去多家学习 吕父皇 儿臣对西洋语略有研究 愿为父皇分忧 哦 那就由太子 代表大雍 去洽谈 建交事宜吧 儿臣谢父皇恩典 平身 陛下 外国使臣到了 父皇 这就是 外国使臣 呃 呃 yes yes em empros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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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这不英语吗 这什么几篇日常 what 这不英语吗 这什么几篇日常 太子殿下果然博学 连西洋语言都能幸十五年来 em empros what let's talk about tree yeah 皇兄 你若是不会 别逞强 让我来 六爹 你敢质疑我 狂王子大只会害了你 老六 退下 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锦儿 不要胡闹 你从未学过西洋语 别随意逞强 父皇母妃请放心 儿臣一定会接待好使臣 六殿下不学无术 怎么可能会西洋语呢 依我看 别逞强了 免得丢人 who the hell will talk about here here me me 你说了什么玩意儿 六弟是越来越放肆 万一惹脑了使臣 这 老六 不许胡闹 今日宴会 你不许在此 下去 哈喽 I'm the sixth one you can talk to me 老六 I'm the sixth one you can talk to me 老六 we want to enjoy in business deals we 大用 of course we can discuss details 大用 六皇子 六弟何时会的西洋语 自然是为了此次通商 专门研究 要不然 像黄兄一样 什么都听不懂 岂不是一笑大方 你 父皇 使臣说想要与我们大拥 达成通商的条件 促成双方 互赢互利的局面 具体细节 随后详谈 好 老六 做得好 父皇 六弟虽略懂西洋语 但是外交意识一窍不通 儿臣早有准备 不如让儿臣来 准了 公公 这是姑收藏的奇珍一本 使臣可否喜欢 六弟啊 倒也是年轻不懂事 没有姑这么有远见 不过看在你懂西洋语 不如给姑做个翻译 也算是为大勇接见使臣 做一点点共性 不过黄兄 你可能排除马屁了吧 你少废话 赶紧翻译 过了大事 你可淡淡不起 你少废话 赶紧翻译 过了大事 你可淡淡不起 那如果 惹怒了使臣 又该如何是好 匿名周根珊瑚难得遇见 怎么会惹恼使臣 又对你百般阻挠 难道是不想让使臣 与我大勇通伤 好了老六 就按太子说的去做吧 老六 他说什么 父皇 使臣说 此物在西洋 乃是西宗平常 说我们大勇准备的不用心 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 要终止合作了 什么 绝对不可能 这些宝物 共准备了半月有余 怎么可能会不入使臣的眼 皇兄 你的确是准备了东西 但是却不知道投其所好 人家当然不高兴了 定是你在翻译中作假 还诬陷了我 罕见你该死 父皇 儿臣请您换个翻译文 臣一定让使臣满意 欠下通商可约 准了 六弟这样居心不灵的人 不能再参与接见使臣 儿臣斗胆请求父皇 让他给赶出去 哎 父皇 屋外语之人少之又少 皇兄现在要从何去寻买 儿臣有罚子留下使臣 儿臣有罚子留下使臣 主幽王 提 and seal 丝绸 插叶 好 历史称不清闻 西洋果然寒上 吃丝绸上 请父皇给我一炷香的时间 儿臣有信心 可以留下使臣来先遇 自不量力 拿上来 吃丝绸 这个是丝绸 装成的红 鱼 炫 刘皇子 帮了 鱼 鱼 你疯了 这样寻常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拿给使臣 猴兄自己做不到可不代表我做不到 麻烦黄兄让开 叶 茶叶 怎么可能 区区丝绸茶叶也能让使征接下合约 黄兄 你准备的那些东西 在西洋根本就是寻常玩的 你不知道 其实茶叶 丝绸 才是最让他们着迷的 你只不过是误导误撞 有什么立场针对骨 够了 太子确实准备不周 签约 确实是老六的功劳 另外 这次接见使者 并非是只有通商 更重要的是 西洋 能够提供火炮 给我们大庸提升军事实力 老六 你可做得到 区区丝绸茶叶 还想换来大炮 这冤大头 还是让太子当的 启禀父皇 儿臣自以为 在与人洽谈这块 远不起黄兄 不然 我给黄兄做翻译 黄兄去他如何 算你实相 整个大庸只有孤 才能为大庸带来利益 既然做了翻译官 就好好做 一会儿端茶倒水 一刻也不能懈怠 看不见倒茶吗 倒啊 是 黄兄 翻译啊 问问使臣 愿不愿意用大炮 换我们的丝绸茶叶 我建议 黄兄还是问得 谨慎一点比较好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只是一个翻译官 my brother say want tea 趁着别干 what 他怎么说 老六 这又是怎么回事 回禀活话 使臣大怒 说 提及军事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如果再提的话 连通商都没有可能 你跟他说 就说我们愿意用 无数机械和美女 换他们一台大炮 my brother say want a woman 趁着别干 谢 不谢 老六 他这是做什么 回禀父皇 西洋人崇尚 一夫一妻的臣 绝对不过举小剑 黄兄这是 又触及到人家的底线了 喂 喂 太子 瞧你干的好事 太子 瞧你干的好事 这就是你所谓的准备冲击吗 明知节节 却不被调 你知道 惹怒使臣 对我大庸 对朕 会造成什么损失吗 父皇 定是那韩剑在翻译上做了猫腻 才会惹怒使臣呢 父皇 如今你还在推卸责任 使臣要是发怒 你和老六 都逃不了甘心 父皇 再给儿臣一个机会 儿臣定能 父皇 儿臣把使臣带回来了 买不肉 哈哈哈哈 大艺工作 刘皇子 棒 成上吧 这使臣为何会转变太多 难道是六弟你取下了什么条件 若是取下了什么条件 损坏了我们大庸的利益 即便谈成了通商 也是难逃罪责 皇兄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我也做不到 使臣是自愿过来签约了 儿臣没有做任何损害大用利益的事情 怎么可能 大用 功夫 功夫 我知道 西洋人其实就喜欢咱们这的功夫 所以我答应交给他 然后就可以换回签约的条件 皇兄 自诩准备了两句 竟然连这些最基本的事都不知道 我可以教你骑马 太子 不信 不信 太子 不信 不信 你可以回家 然后休息 我会见到你明天 好的 好 好 提鸣贵皇 使臣说他愿意 留在大用一段时间 既然六弟能说服使臣 挺他开心 何不下谈大炮事宜 难道是没有把我们大用的利益放在前面吗 你行你去了 皇兄 难道你又是忘了刚才被泼在那杯茶了 富光 今日接见使臣 皇兄他不仅无功 还处处寻衅滋事 这才是不将大用的利益放在心上的表现吧 老六 太子毕竟是你的皇兄 不得无礼 说起来六弟之前 废物的称号已经传遍大用了 哪有资格来说我了 不过是阴差阳错讨好了使臣 就如此骄傲 要不得 有此口舌之快的时间 不如去讨要大炮 讨要 与其向西洋人摇尾连起 还不如我们自己制作大炮 皇旺 父皇 任我军火箭一支 儿臣有把握 在五日之内造出大炮 凭你也配 我接见使臣签订预约 有何不可 皇兄 敢与我打个赌吗 赌什么 就赌我能不能胜任 这军火箭一支 有何不敢 有何不敢 朕为老六做个主 若是五日之内 能够建造出 聘美西洋的大炮 老六不仅可以 进入军火箭任职 连沈姑娘赐婚的圣职 朕也一并 父皇 我还想再加一个条件 今日 皇兄百般秀入 如果事成 我要皇兄 当面 亲自跟我道歉 只要你能造出大炮 一切 都有你来决定 话别说得太满 若是你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 儿臣此生 不上朝堂一事 这岂不是自断前程 老六说话 三思而后行呢 六弟可知军火箭 是什么地方 军火箭内 诸多能人意识 研究了几十年 都没有结果 就你 没错 就凭我 就凭我五日之内 就能造出大炮 就军火箭内帮废物 做不成事 怎么来换呢 口诛狂言 我倒要看看 五日你怎么能造出大炮 军火箭里 孤的人可还在 李大人随时听后 你的差遣 那就吩咐下去 给韩剑点颜色 瞧瞧 总到他接触火药消失 绝不能让他造出大炮 剑下放心 奴才这就去办 韩剑 五日之后 应将下恨求到 剑下有何分别 我要消失 火药铁架 给你 一颗钟 店下要的东西多有杂 臣也是办法找不齐 连这点事情都办不明白 我军火箭要你何用啊 好 现在就去 是个废物皇旗 在这装个什么大一般来 如果殿下还要找别的 来请自行寻找 站着 就这么点 站中间去 现在本殿下是你的上司 我们让你动 你别动 殿下 敬火箭是重敌 不能再次玩闹啊 别动 说我造不出大炮 殿下 说我是废缠啊 站 站这 别动 说我是废缠 殿下 殿下 是陈永远不是在山 是陈下的眼 殿下 求你放过我啊 消失火药铁架 一鹤钟 滚 谢谢 天天就去 罪物 殿下 是六皇子拿到了消失 很快就会有所进展 这可能怎么办啊 那就直接垄断消失 没了原料 他还减着还怎么研究大炮 殿下 这一夜之间 京城的消失都消失不见了 我看 是有人在故意使半子 买不到大量的 我们就从药铺 一点一点收 是 神姑娘 小心 多谢六殿下 老板 可有消失 哎呦 这么点 简直背水折心 你需要消失啊 我知道有一个消失矿 你若不识路 我可以带你去 神姑娘有所不知 有人在中间搞鬼 消失对我来说 买入灯天 老子 六殿下留步 我有办法 启禀父皇 五日之期已到 六弟却只是未到 可见他根本就没有造出大炮 皇上 六殿下在军火箭不思进取 到现在连消失都没有 如何能够造出大炮 一定是信口雌黄 还有 六殿下在军火箭肆意玩耍 以斗虚官员为乐 请皇上为臣等卧主啊 他当真如此 而臣也确实听到了一些口风 更何况一大人兢兢业业在军火箭三年 绝不会信口雌黄 岂有此理 去 把老六给真带来 宁殿下书 宁殿下书 说什么 宁殿下书 请您移住军火箭去看大炮 放肆 竟敢开始不慌 朕倒要去看 老六耍了什么花招 他要是造不出大炮了 朕不止让他入不了朝 还要论罪处罚 好啊你个老六 没有大炮也敢让父皇来一塌 来人 拿下六皇子 打他二十大板 慢 谁说我没造出大炮呢 谁说我没造出大炮呢 霍光 请跟我带 霍光 大炮太大 儿臣把它挪到院子里了 你真的造出了大炮 儿臣信不辱命 那得亲眼看到了才做出 好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果真和西洋的大炮一样 甚至 甚至 甚至比西洋的大炮更有气势 老六做得不错 竟真的做出了大炮 这 这可是军火箭上下努力了好几年都没造出来的东西啊 这下我大油国可再不怕外敌入侵了 老六 做得不错 这没看错你啊 这军火箭以后就是你的了 父皇 那 婚约 婚约 朕即刻下旨辞婚 多谢父皇 六帝这个大炮看起来和西洋的有所不同 这不会只是 只能看到甲靶是吧 更何况我听说军火箭的消失已经断了货啊 六帝是怎么造出来的 皇兄 军火箭消失被垄断一事 我根本就没有外传 而且专门命人封锁消息 你是怎么知道的 莫非 是你垄断的 就要胡说 今日既然是来看大炮的 就应该展示其威力 难不成 这炮当真是个摆设 你为何要如此超级的否定 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造出大炮了 太子 不要说了 父皇 您别被老六蒙蔽了 假如大炮真的真的好造 那为何只有西洋才 老六 点火 父皇 这大炮威力甚大 贸人点火 怕是要伤及房屋的 到现在还在找借口 怕不会 真的在故能父皇保护 那就听皇兄的 但是你别后悔 那就 麻烦父皇 跟我往后退一顶 小心啊 老六 那是我的别院 里面没人 而且不是皇兄让我点的吗 父皇 您看看 不错 威力巨大呀 老六啊 你果然没让朕失望 朕答应你的 一样都不会少 父皇 之前的赌约里面 除了军火箭和婚约一事 还有一点 就是 皇兄 要当众 亲自向我道歉 六弟功成名就 还会在乎这点形成 怎么 皇兄想赖账 太子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答应啊 照做 六弟 皇兄给你道歉了 皇兄请起吧 你受委屈了 父皇 六弟从前多少有些不学无术 名声不好 这次若不当众展示其成果 怕是难以负重啊 太子说的不错 老六 确实需要在人前 展露锋芒 尤其 我大庸的新式武器 也应该在众人面前展示一番 所以 为了我国国威 也该如此 老六 你觉得如何 儿臣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那三日之后 朕在宫中 为你大赦酒宴 届时 你可以在酒宴当中 展示一下 咱的火枪大炮 以撞国威 而且 朕还可以借此 赐婚于你 如何 还是父皇考虑的周全 儿臣多谢父皇 老六真的很能干 将来必定是咱大庸的栋梁之才 什么 又弟弟真敢让皇兄你弯腰道歉 坐 坐坐坐 哥老六啊 最近在父皇面前得了脸啊 都正惯了 就连孤这个太子 也得赞比起三分呢 你也得小心呐 三日之后 宫中大宴 如果再让老六得了脸 往后找宫中 可就没有你我兄弟二的位置 那我就让他三日后成不了事 这有了外患 也要有内忧 顾得到消息 说今天晚上 老六要和沈金竹 在城外私宅交易消失 想个办法 毁了他们 殿下 抓紧时间 别让人瞧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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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姐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犯事 多谢沈姑娘 三番两次就我于水火之中 这次的消失多亏了你 帮你也是帮我自己 从好过嫁给太子那种人 太子妻妾成群 的确不是良配 沈姑娘可知 这次事成 你就要嫁于我了 我强人挑剔 也有自己的打算 说是未来夫君 不能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还是趁早另去 我不就是 一生一世一双人吗 这门从外面被锁上了 快捂住口兵 这是迷香 现在咱们是中了几 今日 恐怕有人泄露了我们的先踪 如果吸进去 发生什么都无法设想 竟然有人要算计你我 如果吸进去 发生什么都无法设想 竟然有人要算计你我 快 捂住口兵 总比中毒巧 当物质及时逃出去 咱们之所以被算计 很大概念 是因为那一纸昏约 我与你成为是墙江连河 就会增长你的势力 所以才会有人坐不住 出此下层 破坏你我名声 只能退出这场皇位争夺了 沈姑娘在如此情况下 还能如此调理清晰 在下佩服 哎呀少拼嘴 赶紧想办法出去 妈咖 这 是谁呀 我一定带你出去 这是下个死神 如果我和沈姑娘 独自并 并且昏迷不醒 她的名声坏了我 我也别想再得到 到时候再扣下 有个风流顽固的 别想办事 太子够狠的 走仔细着点 可别错过了好戏 公公里面没有人 怎么可能 洗开 沈姑娘 这里应该安全了 多谢六殿下相救 我不也承蒙沈姑娘 多次相救 我们之间 不必演戏 你受伤了 你的伤势如何 不大碍 六殿下 有勇有谋 这种情况之下 都不趁人之危 清竹实在佩服 如果我趁人之危的话 和秦叔又有什么区别 六殿下 六殿下 多谢 怎么了 陛下 奴才被人打晕了 醒来就是这样了 太欺负人了吧 殿下 这可怎么办啊 明日就是整治宴会了 如果这些东西是坏了 您可如何是好啊 殿下 这可怎么办啊 明日就是整治宴会了 如果这些东西是坏了 您可如何是好啊 可确实太子的人干他 把他那人带过来 去 去 殿下 可不能平白无故冤枉人的 全什么都不知道 冤枉人 不知道 你身为军火箭的管制 军火箭的东西丢了 你要不要负责 把他关进柴房 明日面胜 殿下 臣冤枉的 臣是冤枉的 殿下 殿下 这个如何是好啊 就算处事了李大人 也没新的大炮了呀 六殿下 我们家小姐特意吩咐奴婢 送来了消失 殿下 宴会的时间已经到了 行 咱们走 咱们今天就看看 是谁丢了面子 把炮戴上 六弟现在才来 看不见出了什么事了 确实出事了 但是皇兄 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莫不是和你有关 六弟不要胡说 老六 出什么事了 昨日 大炮等物被人刻意破坏 儿臣怀疑 和之前垄断消失的是 同一批 六弟的东西坏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 明知今日宴会 这么多大臣都在场 你该怎么办呢 老六 你该做两手准备才是 看来六弟的婚约 不忘了 带上来吧 儿臣连夜感知 定然不会错过 今日大宴 儿臣连夜感知 绝不会错过 今日大宴 父皇 请看 六皇子才思敏捷 自己研究了 打炮 枪火 今日便在众人面前 展示一番 好 老六如今改过自新 这甚是欣慰啊 丞相 这一次可否愿意将小女 嫁于老六 沈姑娘可否同意啊 六殿下才能 承你望尘莫子 六殿下 虽然光队学业 而如今浪子回头 显然能可贵 老夫 你知道 真是满意 哈哈 丞相 谬子 能取道清楚 是我这现实 瞒着 刘皇子 打炮是我们西洋的东西 我已经煽动使臣 黄勋奉心 这火炮 是我前心研制的 跟你们西洋有什么关系 史臣说 这个大炮的构造 跟西洋的几乎一模一样 并且史臣手中的图纸 也同时释怯 一定是六皇子 剽窃西洋创影 长得一样 这一定是剽窃吗 史臣 你说话可要讲究证据 你说大炮是西洋独有 算得大佣人 是造物主见的大炮 荒谬 他说大佣没有诚意 不仅要弄断屠伤 还要滑动战争 六弟你当如何呀 六弟你当如何呀 史臣 你说我剽窃你们西洋的大炮图纸 可是我都从未去过西洋 何来剽窃一说 而且这个图纸是我亲手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给我看清楚 而且出自我手的每一把武器 我都做过了记号 What 去去大佣 怎么可能造出大炮 大佣为什么不可能做出大炮 告诉你 我们大佣做出来的大炮 比你们的西洋垃圾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你说我抄袭 对不起 我不屑抄袭 大佣 不行 大佣行不行不是你说了算的 兄弟 我今天再给你个机会 现在我想和你做一个交易 看你想不想做 什么交易 据我所知 西洋还不曾拥有手枪吗 我可以把这手枪的图纸给你 但是就看我的兄弟 能拿什么来交换 史臣说 两国可以建立长久度上 这可不够啊 我的不肉 刘皇子 想要什么 我们大佣有一句古话 事出反常必有妖 火炮并非今日才研究出来的 但是 你却突然今日发难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三皇子 史臣说是三皇子告诉他 大炮和西洋的相像 父皇 儿臣今日遭受如此冤屈 再加上之前消失被垄断 火炮被销毁的事 儿臣希望父皇 可以彻查此事 六弟问得必重就轻 无论何人作恶 你也不该将手枪大炮的机密 送给西洋 是侵敌叛国的重罪 皇兄 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吗 我给他们的当然是赐品 我觉得你现在还是不要在这里混水摸鱼 此时此刻的当务之急 是查出这幕后真凶到底是谁 像这堵毒瘤 早就应该拔除了 请问父皇 等我们查出幕后真凶之后 您会如何处置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好 那我就把我的人证带上来了 上来吧 李大人 在皇上面前可要实话实说 要不然 小心自己小命不保 孩子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到 什么情况 李大人可要好好说 不管这幕后之人是谁 估第一个都不会放过他 臣 这都是受三皇的知识 胡说什么 三弟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既然做了事 就要接受惩罚 你我兄弟一场 我会替你照顾幕后的 儿臣之错 儿臣不该被六弟心怀嫉妒 如今你要想大错 都是儿臣 弃神之责 将老三 进足府中 不得上朝一事 退下 老六到底有功呢 既安抚了使臣 又提升了我大雍国的军事实力 赐婚圣旨 朕 即刻颁布 儿臣 多谢父皇 老六 完婚之后 别上朝一事 不可延误 儿臣 接旨 庆主 我终于娶到你了 你我大婚 不见得是好事 你不愿嫁于我 自然不是 只是 你我大婚 这太子 肯定会更加猛烈地报复你 我爹他又比较固执 从不站队 所以说 你基本上是不会得到 丞相府的助力 只要你愿意和我成婚 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会克服 而且 你我并肩 岂不更好 太子不是三皇子 他有勇有梦 而且很难抓到他的把柄 你们俩的斗争 势必会分出个你死我活 我是担心你 放心吧 太子没了三皇子这把刀 绝对会露出马脚的 眼下我爹接了查理贪官这件事情 朝中很多职位都有空缺 说是太子许给士族一些好处 那你的处境 就会更加困难 没关系 那我就让他沉不了水 秦主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丞相府 出现任何的问题 好了 我们别说这些了 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是不是应该 做点其他的事情 今天你第一天上朝 万不能迟到 放心吧 昨晚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今日上朝 我一定不会让太子得偿 我一定会保住你 保住丞相府 皇上 此次理查 贪污阻败官员 一共十五人 兄已关押至大佬 听候事 有劳臣想费心 如今官位空缺 不可无人 皇上应当拙选官员 前途空缺 关于官员空缺一事 太子 老六 你们有何新的见解 父皇 世家公子们 多数已经从太学结业 是时候入朝为官 为父皇分忧了 侯爷家的小公子 才得兼备 看当大人 哎呀 太子谬赞了 和太子宁比起来 太差得远了 啊 我是前几日正巧 碰见了侯爷家的世子 但是满身窘气的 刚从青楼里出来了 可能我们说的世子 不是同一个 喬殿下 胡言乱语 皇兄 你刚才 口中的那几位世子 皆是顽固 不学无术 将这样的人送进朝堂 究竟是皇兄的眼神 不好使呢 还是 私心事难 究竟是皇兄的眼神 不好使呢 还是 私心事难 六弟不要不懂装懂 世家公子 都是从太学结业 大儒交出来的才子 专门入朝为官的 大儒怎么了 就那几个世家子弟 能写得出 拿得出手的策论吗 六殿下 这是看不惯我等 故意作对 大儒的律法 本就如此 还是说 六殿下 你连律法 都不放在眼里了吧 皇上 六殿下 如此欺辱我等 实在该法 我实话实说 也叫欺辱吗 作官难道 不需要真才实学吗 像这样的顽固子弟 弄到朝堂 根本独留送到朝堂 有什么区别 你 你简直亲人太甚 老六 若不让世家子弟为官 短时间内 又怎能 找到合适的官员 来填补官员空缺呢 六弟 兄长劝你一句 不要信口开河 这根本就是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父皇 为何贪官污吏 层出不求 就是因为咱们的 制度条例有问题 像这些世家 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可以世代为官 他们根本就是松懈 不思进取 他们的公子更是如此 不会花费任何的时间 在自己身上 长此以往 官官相护 贪污腐败 六皇子 会有福祉 桃源壮志 他可知 自己得罪的是 所有的士组 和六皇子说的 颇有道理 我等居然无法反驳 看老六 胸有长竹的样子 想必 是有妙计 想必 是有妙计 儿臣认为 应该实行科举制 从百姓之中 选拔人才 老百姓一派胡言 自然是要通过 科举制度的好事 来选拔智势之才 像这样的寒门学子 既无背景 也无人脉 一心钻研学术 从根源上就杜转了 官官相护的可能 简直荒谬 和你腿子通朝未观 简直就是乌鲁 侯爷这话 有失偏颇了吧 先帝之前 难道不是寒门吗 陈师爷 老六的方法 真是闻所未闻 传证口语 此事交与老六 全权费责 短时间内 尽快找到 合适的人选 填补官员的空缺 儿臣 接旨 殿下今日 实在不敢揭晓此事 我若不接 那这满朝上下 就都是太子的人了 丞相别急 我自有办法 殿下原本只是 面对太子一个人 有成相继 杀起还有一争之力 如今否决了 世家公子有朝被关 也不是所有世家做的 就算我不这么做 太子不也会联合 其他世家一起来 针对我们吗 但是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 爹 属性局势退无可退 太子肯定都不会放过罕见 倒不如争取 你们二人 既然有了自己的主意 我这把老骨头 也不再好说 只是殿下必须记得 现在哪怕被抓到一点把柄 都会万劫不服 殿下满事消息 多谢丞相挂怀 殿下 怎可拢了这罕见站在临头上 他今天在外面 公兰的伯您的面子 您可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孤能有什么办法 父皇圣旨都下了 难不成收回生命 我们是杀了韩奸 绝后无患 杀韩奸 现在杀了韩奸 那不就等于自己把证据送到父皇面前 所有人都知道不和韩奸不和 除了事第一个怀疑我 难道要从科举入手 若是无人参加科举 任凭韩奸夸到天上去 也是一事无主 殿下崇溃 臣解救去本 别留下证据 是 小莱是太子组呢 我听说 寒门学子都认为这科举 是假把式 即使参与了 也不会真的有官职 所以都望而却步 等着瞧吧 老六 真听太子说 你没有什么进展啊 司法信仰 民党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 也实属正常 恐怕 还需要一段时日 官位空缺已久 照老六这个法子 还是来不及了 皇兄说得不错 如果按照现在的进度 恐怕 还需要十天半会儿 六弟知道 正难而退 就是好的 世家公子 从小就受师叔熏陶 总比平都百姓 好上很多 所以儿臣求父皇 再下一道圣旨 为科举制度证明 你 多谢皇兄 老六 不凭本事办事 却还要正下旨帮你 如果父皇 想要改变当今朝堂上的架构 儿臣这个法子 是唯一的 你在威胁这 放肆 怎么跟父皇这么说话 儿臣只能保证 这道圣旨 绝不会白下 老六你 有本事 平身吧 谢父皇 多亏了有太子 给我们当票吧 这圣旨才能 这么轻易地拿到 看看 没想到有了圣旨 竟然在一夜之间 就有这么多的学子 来报名 不过 这麻烦肯定是接踵而至 你戏耍了太子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兵来将岛 水来土掩 怕什么 等我们解决掉 太子这边的麻烦 我带你去 云游四海 怎么样 先解决了再说的 道也没看出来 六地运筹帷幄 连孤都算计进去了 若不是皇兄牵线搭桥 我又如何能拿到圣旨 说起来 还要感谢皇兄才是 拿到圣旨是一回事 能不能做得出来 又是另一回事 那这个 就不劳皇兄费心了 你可知道你得罪的是 所有师祖 知不知道都已经得罪了 如果皇兄实在看不惯 直接动手便是 哎 考场重地 闲人免禁的 闲人 六地怕不是为了 垄断人才 发展自己的云意吧 是又如何 韩姐 走 瞧 父皇 儿臣经过了一些初步的筛选 挑出了一些颇为出彩的来 您请过目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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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不错 这策论 既新意 又不失完善 都是奇才呀 还要劳烦父皇 做一个最后的诺 在这些策论中 挑出一个状元来 状元 状元就是拔得头筹之人 理应获得更高的官职才对啊 还是老六想得 甚是周全呢 此人提出了变革 居然还驳回了 正之前的决策 而且还有理有据 就是此人了 拔得头筹即使人中龙凤 不如宣庆功来 探探虚实 草弥参见皇上 朕看了你的策论 你对朕新建南北运河 破有微词 草弥不该 别紧张 你的策论写得很好 按照策论上的回答几何 草弥 草弥 朕又不是什么猛兽 胆说无妨 怎么答即使有如神 回答问题却连口都开不了 这策论怕不是有水分吧 不可能 考生们在进入考场之前 儿臣都仔细地核对了 他们的身份语 并且全程亲自建考 不曾写的 绝对不可能出现 有水分的情况 那这又怎么解释 听着 若错论是你写的 就安心回答皇上问题 若不是 我说 我都说 在科举考试之前 有人在云莱茶楼 买卖题目 一千两银子一份 什么 皇民不敢进门皇上 为了官职 有不少的人 去购买题目 大家都是买完题目之后 找人再带答 然后 不可能 六地全权负责科举 就落了这么个结果吗 怪不得六地之前 总抱怨月份不够 发销太大 原来是在科举中 中饱私能 老六 你有什么解释的吗 你有什么解释的吗 不 而神问心无愧 更不可能买卖题目 现如今证据确凿了 六地你全权负责科举 漏题仪式一定 与你有关 莫不是为了贿赂 一份试题一千两 参加科举的人 已经过了百人 六地这钱赚的 当真轻松 老六 朕将科考仪式交给你办 不是让你从中牟利 儿臣 从未做过此事 六地之前信实淡淡 宁愿重用寒门子弟 也不愿重用释迦公子 本就重伤了士族 现在又做下了这样的事 实在是让士族喊息 祖皇 儿臣只能大义灭情 恳求父皇重罚老六 给士族一个交代 老六 朕 促信了你 父皇 儿臣到底有没有收受贿赂 还需要证据 儿臣约落呀 老六 事情查清楚之前 你先在牢里待着吧 你锋芒毕露 却不肯收敛 我摸性子也是好的 你怎么样 青竹 没有为难你吧 放心吧 再怎么样 我也是皇子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 听我说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找到那个状态 拿到那套题 这样的话 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你放心 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去查的 不仅如此 我还清算了你名下的财产 就算太子来查 也看不出什么来 如果你需要钱 我也可以帮助你 我名下有几个燕汁铺子 每年都有盈余 举妻如此 夫妇恶求啊 你别顾算轻松了 我和我爹都很担心你 你放心吧 就算是为了你 我也不会舍在太子手上 我一定会出来的 好了 不要担心了 我在策论的题目上 做了防卫码 只要可以找到那道题 我就可以自证清白 还有那个状态 它也会变成我的证人 这些都是你设计的 无入虎学焉得胡子 想要客举制度站住脚跟 这条代价 还是得付出的吧 还是殿下名利 稍微出手 就打的那韩剑 翻得很深的 等到明日醉了一座时 他少不了一顿老狱的灾 跟我斗 韩剑就应该想到这个下场 等明日审判下来 坐实了他的罪 以后这夺位之阵 韩剑可没有他们一席子 记住我建设 玉珠殿下 早能大跑 韩剑 看你怎么办 关于六皇子买卖题目一许 钟爱卿可有新的消息 皇上 陈认为六皇子含冤 你当重查 丞相 这话就有事偏颇了吧 六皇子是你的女婿没错 可也不能在如此证据确凿的面前 刻意辩白吧 陈永正 陈上来 买来的纸和六皇子的纸 刻意做了相同的花纹 可六皇子曾经告诉过老陈 这纸里暗藏悬疑和自证侵犯 陈认 这别是你随手拿来的纸吗 具体差别 他需要六皇子亲自出来演示 六皇子现在何处 就在里面吧 传六皇子 父皇 老六 陈上说你这举上大有文章 可当真 儿臣为了防伪 的确提前做了记号 可这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你说说 麻烦公公 给我拿一支蜡蜡 果然有印象 仿造之人 只知道仿制纸张 却不知道内有乾坤 要不然 儿臣就只能含冤而去了 仅凭一个印记 就能证明清白吗 题目泄露 已经是板上钉钉 这件事 说到底 还是要六点想 依我来看 取消科举制度 不但能解决问题 还能防伴乡 侯爷 你也先别着急跳墙 我这儿 还有一份大礼 需要你当面守 我这儿 还有一份大礼 需要你当面守 上来吧 草弥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你不会以为 就靠这个你 也能诬陷本 好 放心说吧 我定会保你心灵无忧 皇上 之前有关策论一事 都是草弥自己的想法 绝没有其他人插手 为何你现在才解 是侯爷以身份压人 以草民家人胁迫 让草民捏造买提仪式 诬陷刘皇子 草民也是不得已 才出此下策呀 大胆凋明 缺口非人 本头何去见鬼于你 侯爷 你这是想要驱打成招吧 父皇 此人一心求血 但是却受到如此的羞辱 无命 欺人太善 希望父皇彻查此事 皇上 草民所说句句真心 皇上可以随便拷问 有关策论之事 草民绝不是 凶无点墨之人 关于南北运河 朕想听 没有听过的地方观点 你要是说了 朕就证明你有真才实时 南北运河 主要是运输货物 但南北两地 差异甚大 绝不会轻易融入对方迷幅 况且 南北两地居民安定 不会有运战 修建运河的支出 远高于收益 确实是得不偿失啊皇上 好 好 说得好 定安侯 你还有什么话讲 皇上 臣 皇上 定安侯世子前些日子 强强名女闹出人命 定安侯 且包庇醉洗 那个女的家人 已经敲了灯门 要求一个公道 君士岂有此理 如今 就该恕罪并罚 定安侯 吴昭 不要再进京了 来人 拖出去 皇上 皇上 我约我了 太子殿下 救我 皇上 老六 你受委屈了 太子 朕想看到的 是你们 汹涌 抵狗 今后 你可要多帮着老六 是 皇上 老六 已经自证清白 从明日起 上朝议事 儿臣 多谢父皇 老六 当真是翅膀硬了 三番两次的 忤逆我 三皇子别致 恐会牵连殿下 断我臂吧 老六 你好得很啊 那就别怪皇兄 我对你下手了 去西风楼 请你金兰出战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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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西风乱乱的清风楼头牌 万金的钱 这些 是不够啊 姑是太子 是未来皇上 唐年姑这个面子都不给 去 夫人呢 夫人最近早出晚归 应当是去铺子了 哎 铺子里出了点问题 我得过去一趟 殿下您帮帮夫人吧 出什么事了 夫人喜爱口之 便自己开了个铺子 之前金银尚好 拷受金城贵女们的欢迎 但最近有人 嫖妻了夫人的创意 立马铺子开到了对门 抢了不少生意 不仅如此 他们还诬险夫人的口之有毒 就在门口闹事呢 以后有这样的事 第一时间来找我 那人诡计多端 已经几次三番十半子了 先稀释宁人 别把事情闹大 否则 这铺子是真的不好开下去了 不管怎么样 都不可能让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找个茬子 等等我 哎呦 大家来挑一挑看一看啊 童笑之女六皇子之妃啊 没有毒的东西给我们拼头老百姓 你看我的嘴 用了一次就中成这样了 看以后谁还敢来这买东西 我是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你能确定 一定是用了我的口子吗 不是你还有谁呀 莫非你是想抵赖不成 说吧 想要什么 自然是给钱治病了 可以 去请大夫 咱们当场治 哎不许去 今天这钱 若是不交到我受伤 谁都不许走 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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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这是用了我们家口纸变成这样了 难不成我还能够你 我怎么觉得 你是因为别的东西过来 你是不是每年这个季节都会胡说 你对花粉过来 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 等大夫来了 一查便知 现在就看看你 是想等大夫来了亲自揭穿你的那些小把信 还是咱们俩一起去一趟衙马对付工堂 我看你就是想来这不想赔偿 瞧一瞧看一看了 六皇子之飞啊 做有毒的东西卖给我们拼头老百姓 不把我们百姓的命当品啊 做有毒的东西卖给我们平头老百姓 不把我们百姓的命当品啊 我是当今三皇子 你有任何冤屈可以告诉我 本殿下一定为你做主 三皇子 你可要为草民做主啊 草民就是用了他们家的口纸 变成了这副样子 他怎么见人啊 你不是在府中进族吗 怎么还有心思 换这种小事啊 中皇早已免了我的事 我若是不出来 总之六弟现在已经开始吃亚版 这个人哪 是对口纸里的风交过来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们一试便知道 我不是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想杀人灭口啊 是真的用出了问题 还是对风交过来 喝下这杯蜂蜜水 一切真相当 若是六弟想要杀人灭口 这一杯水岂不是 喝了 要是有问题 我就百倍赔偿 但是如果你不敢喝 你可知道 像你这样寻衅滋事的 要杖则三十的 来吧 不喝 不自量力 皇兄 你这刚一出府就闹了这样大的笑话 这传出去 不好听了 陈帝建议你 陈帝建议你啊 以后还是多长点脑子 别总被人当枪手 这一趟 我和六殿下进行一番博弈 实属不亏 小姐 可是你应下的是太子的委托 和六殿下是队里面 最吸引我的 往往都是强大的对手 各位 刚刚那个人 之所以用了我们家的口纸过敏 是因为 咱们家的口纸每一支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用的都是最新鲜的鲜花枝子 和名贵的麝香酿造而成 所以 它才会过敏 那么 咱们的造价偏高了一些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同样的口纸 凭什么你对外卖的贵 问得好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 我想大家都明白吧 隔壁卖的便宜没错 那证明他们的成本就不高 他们用的材料 自然也不是名贵的材料 那么 价格偏低 也是自然 口红物品 我们怎么算你的口纸里加的赛香 六滴啊六滴 撒谎也得有个度 你知道射香是什么吗 射香名贵 整个大雍也只有三方进宫来的集团 线下都存在国库里 怎么 父皇真会把这么名贵的材料 拿给你做口纸的 王兄 原本以为你只是愚钝 没想到连脑子都没有 你 在座的各位有福了 今日我便让大家 开开眼 今天呢 我们口纸铺子 就将我们制作口纸的全部过程 公开透明化 毕竟啊 这口纸 是得上嘴的东西 如果说原材料不好的话 谁敢用呢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用的呀 都是新鲜的花瓣 和一些名贵的中药材 为的呀 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 用的放心 来 试试 好香啊 能不能在里面真的加了射箱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加入射箱了 各位 如今胭脂铺 在这里承诺大家 每一只口纸 都是用最新鲜的花瓣 最先进的射箱提纯技术制作 如若造假 假一赔十 各位全新口纸 都是我们刚刚新鲜出炉的 大家挑一挑 看一看 又是狠奸 殿下哪来这么大的怨气 不过是个草包皇子 迟等了 老六三番两次怪我好事 我怎能不欠 殿下重金聘请欠身来 不就是为了对付他的吗 富尔过了 不愧是柳姑娘 心思竟如此如此缜密 殿下过誉了 我们清风楼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客人满意 只要钱到位了 什么都能明白的 不愧是从无败寂的 清风楼第一封客 柳青兰 哈哈哈哈 夫人 外面有人要谈生意 好 上进来吧 求养大名 我这有一笔生意 不知道掌柜会不会做 什么生意 不瞒您说 您口知的生意不错 我想从你这近些货 卖到别的城镇去 自然可以 不知道你要多少 若是要的不多 货房有货 你可以直接带走 若是要的多些 恐怕就要等上两三日了 不知掌柜 现在有多少存货 有万两之数 再加一倍 三日之后去货 我要的急 希望我能签订契约 急货需连夜赶工 价格会比平常高出一些 价格无法 只是 掌柜的弱势违约 需要赔偿十倍定金 放心 货物一定在三日之内货 不好了不好了 库房走水了 不好了不好了 库房走水了 我就觉得 今日那人来谈生意怪怪的 不问货 不问价格 直接付定金 小兰 是太子的人 一掌柜的直接付了两万两定金 若是三日后拿不出货物 赔偿可是二十万两啊 现在赶制来不及吗 鲜花已经过季 许多品类都已经做不出来 况且 要得这么急 两日内根本就做不出那么多的口吃来 晒花都需要做足舞 看来 这次只能任家赔偿了 什么人来找你订的货呀 是我 柳青兰 柳青兰 清风楼第一封客 专为人解决麻烦的柳青兰 没想到姑娘还是有些见识的吧 竟然识得我的大名 是太子让你来的吧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 那咱们就直接开门进山了 清风楼一向以钱伪赚 若是六殿下可以给我更多 我随时都可以翻水 甚至给点别的一项 我从来不和别人做这样的做 而且既然你已经是太子的人 我们也没什么好复 别忘了还有赔偿资 这可是二十万 我可以只要十万两 真不愧是金钱至上的春风火 两头赚 六殿下从费务草包变成现在这样 在清风楼也是个例外 若店下看得上钱身 那另外的十万两就当做嫁长 不好意思 慢走不送 真是有趣 六弟 今日货期已到 我的货呢 黄兄当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啊 连柳青蓝都请来了 你可别忘了 假如今天不把剩下的货交期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十倍的赔偿也就是二十万两 不过据我所知 陈相府应该是不足以支付这二十万两 你们呢 怕也就只能等着认栽了 黄兄精心筹划此局 又放火烧了我家的库存 就不怕我禀告父皇吗 你有证据吗 去逛啊 现在 要么把违约金给我 要么把货交起来 要么 我们就去官府走一走 太子殿下欺人太甚 韩剑三番两次的坏我好事 孤才出此下策 怕这是自己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当然了 看在沈姑娘的面子上 我再给你们一个选择 要么跪下祈求 要么自觉退出朝堂议事 否则 今天这二十万两铃子 是一分都不能少 黄兄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死到临头还嘴硬 黄兄 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死到临头还嘴硬 把东西抬上来 今日 是我们赔钱 还是你来付钱 还真不一定呢 这 你的库房 怎么了 只许黄兄你放火 不许我点灯了 你可以用这样的伎俩 陷害我们家庆主 还不能让我略施小计 清理一下我们家库存吧 这不可能 明明已经走水了 带上来 奉劝黄兄以后 还是不要随意 在我身边安插人手吧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你早就知道 你在戏耍姑 我说了 有我在 这些东西啊 虽然比不上你那个自然 但是工艺上是绝对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的数量 咱们一个晚上就能完成 你试试看 他颜色多变 而且味道也算清新一人 况且还能量产 简直是结了我的燃眉之急 谢谢你啊 夫君 既然太子送了我们这么一份大礼 那咱们当然也得回礼才是 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让太子明白明白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现在我们已经在规定的时间内 交出了足够的货物 那么黄兄就支付剩下的尾款吧 一共十万 这不可能 黄兄 你以如此高的价格 一次性买下了这数亿万计的口纸 实在是妙灾啊 说不定 这些东西可以当成你的传家宝 代代相传 奏夫三代啊 韩剑都要做东西 敢算计我 是你那事都办妥了 殿下放心 清风楼出马 却没有做不成的买卖 明日之后 那夜人之下的丞相大人 可就是丧家之犬了 殿下 该如何讲 韩剑啊韩剑 十万两银子你拿了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事成之后 二十万 父皇 各地多余水淹的庄稼 理应拨款正在 如今 制造大炮手枪 已经导致国库空虚 正在一事 心有余力不足啊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父皇 年末税收的时间已经到了 之前的税官 已经由丞相查处为贪官 之后这件事就一直由丞相代官 不知税营收的如何 太子有心了 丞相 税营如何 税款已准备好 臣这就让人抬上来 共收税营 一百五十万两银 丞相 你所谓的税款 就是这一堆石头吗 你所谓的税款 就是这一堆石头吗 皇上 臣提前一日 就把税营送至丞相府 如今出了问题 臣 改不知情啊 丞相 可有什么解释 是 丞相 华鸟 书书 书书 儿子就能洗脱罪名吗 不 仅仅 但是这件事这么大 不 法 呀 税营不是小事 在查出税营去处之前 丞相 咱且收监大牢 革职查办 父皇 丞相的围观多载 断然不会为了这区区税营而自断前程 这里面 一定有误会 但是税营一事 确实是由丞相 六弟这话 难免会有包庇之心 请父皇 给儿臣五日时间 儿臣定然查出这税营丢失案的真相 朕就给你五日 五日之后 臣相候审 一旦定罪 可再无转还余地 在此之前 臣相继续收押大牢 革职查办 我怎么就说 会让你付出代价 五日时间 咱就什么话 看见 终究是我的时间 不会是清风楼第一封客 连我这皇子府 都能随意进出 竟然殿下也知妾身名讳 不知道是否 愿意与妾身做一笔交易 柳姑娘 但说无妨 顺营丢失一事 对六殿下来说 应当很棘手吧 妾身有办法 帮殿下解决这个麻烦 只要六皇子答应 妾身已更名分 谁给你的胆子 跟我谈条件 想必殿下应该很明白 像太子那种草包 是想不出如此缜密的记忆 若是殿下不答应 妾身 那就只好 上丞相去当提罪啊 堂堂清风楼第一封客 私底下里竟然这么喜欢 投款送包 妾身也不是什么 歪瓜裂草都要的 六皇子身上那种 无限潜能 才是最幸运 妾身的人 短短数月 就从草包六皇子 变成皇位的有力争夺对象 来日继承皇位 有未尝不可 清风楼 从来不算没有利润 那如果我不答应 那妾身就只能 替殿下再加一把火 殿下 随时愿意嫁给殿下 清竹 堂堂清风楼 这么下作的手段 重要的是结果 过程不重要 殿下还是好好考虑考虑 切身说的吧 别生气了 清竹 我只爱你一个人 就说些花言巧语 夫人 你可是远近文明的才女啊 不会被刘清兰 这点小计谋 给骗了吧 我们可千万不能 被他离间啊 事情如何 父亲 难道真的要含冤入狱吗 你别担心 现在是特殊情况 我们必须 细细地理好思路 才能够解决问题 说到睡淫 今早回府的时候 确实在院中 看到了装睡款的箱子 睡淫是昨天晚上到 承相府的 就在承相府待了一天一夜 今天早上才送到光口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转移这么多银子的人 可是睡款不是小数目 而且承相府人多眼砸的 他们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 运走的呢 你再好好回忆回忆 看还能不能回忆出什么来 我记得之前有人打开过睡款 他好像是在检查睡淫 里面确实是银子 银子 银子 那你还能想起来 一共有机构想怎么 具体的数量 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最多不超过五口 不超过五口 我明白了 承相府人多眼砸 想在大厅广众之下 运走五口巷子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运走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之前口纸铺里的冲突 根本就是太子的障眼法 为的就是争取 走水的这段时间 好在承相府里制造麻烦 太子这不起 吓得可够大的 他不仅算好了 我们无暇顾及银子的事情 甚至还买通了 一连串的官员 让我们没办法 去调查这件事 太子既然精心谋划 定然已经想好了后务 五日时间 咱们能找到真相吗 我明白了 承相府人多眼砸 五口巷子 一口最多只能装十万两 睡银一共是一百五十万两 那你说 剩下的银子去哪了 睡银进入承相府的时候 就是不顾数的 可是他没有怎么躲得过 承相府这么多的耳目的 能够接触睡银 掌管睡银之人 管家 能够接触睡银 掌管睡银之人 管家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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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是 这些睡官官家 接二连三 自已而亡 足以见得这件事情 背后的阴谋 那睡银怎么办 当初睡银 搬到承相府的时候 如果是足够的 那么箱子里面 装的应该是金子 所以一开始 睡银根本就不足数 但是太子又买通了 能够接触到 睡银的所有人 那他又如何能躲进 我爹不会查银术 说是我爹能够细数 他自然能够查出来 这睡银是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太子的 精明之处 他设计了 口齿裤子的事情 分散了我们 一家人的注意 清楚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 如果我们能够查到 睡银根本就不足的证据 或者是查到 睡银被他们 转移到了哪里去 就可以破解木 救助上下 太子 凭借母族 苟且太子之位多年 是时候让他滚下来了 别瞎说 我现在心里已经有了 一个大概的才相 必须要去证实一下 我现在心里已经有了 一个大概的才相 必须要去证实一下 殿下 这就是有关 税收的所有账策了 税收怎么这么不合理啊 农税跟商税应该是两种 为什么商税比农税 这还滴了这么多呀 殿下这下官就不知道了 哼 要有什么用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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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风把殿下您给催来了 可是为了散好的绸缎跟布料 殿下 你看 这是刚从江南送来的云锦 丝华 我奉皇上之命 调查税银丢失一案 今日过来是想问问你 今年有交过税吗 殿下 您看您对话说的 小人 岂肯不交税呀 小人 岂肯不交税呀 我是奉皇上之命行事 如果你胆敢有任何欺骗 那便是欺君之罪 殿下说笑了 小人 不敢欺瞒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可以 那以后这生意 你别想做 爹 你不是去见李富户吗 独然起步来了 他那种商户 最为奸诈 口风紧得很 若不是自己的切实利益受到伤害 是不可能妥协的 你要做布料生意呀 可是这李富户家里三代 都是做布料自仇生意的 你如何在一朝一夕之间 赢过他呢 布料虽好 却太阔单一 我有把握 在短时间内站上来 让他亲自来救我 我竟从未见过这样染色的布料 这便是我至上的法宝 叶下李富户久见 这么快 让他进来 殿下 殿下 我是真不知道水兽的事啊 您就饶我一条活路吧 殿下 您就饶我一条活路吧 殿下 我什么时候针对我你 何谈饶了这一说 殿下 您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您就放我一条活路吧 你的布料一出 我李家的生意就被垄断了一大半 您又是以这种黑钱的卖法 我李家的店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就差关门了呀 你们家的生意做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 殿下 只要我垄断我李家的丝绸生意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要你作证 没有交税怎么样 这个呢 是渣染的配方 只要你很松口 以后我们的丝绸生意 就是你们的底下 可我确实已经交过税了呀殿下 你 你总不能让我作伪证吧 不如殿下 您说个数 我 我把这配方买下 有没有交税 你自己心里清楚 既然你心不成 配方别想要了 若是我帮殿下作证 殿下 能否把我领下 全家人的性命 那是自然 那我答应 奉殿下作证 这是一半的配方 试成之后 给你另一半 生意之人最是狡猾 只怕他会反水 我从不会把宝 压在一个人身上 李商户作证也好 不作证一发 一枚棋子而已 而且我料定 李商户根本没有交税 此话当真 说是如此 那我们只需要证明 根本没有收税 父亲的罪 就不攻自破了 对啊 但是啊 仅凭他们的证资 仅凭他们的证资可不够 而且如果有有心人 特意收买了他们 那我们还是会功亏以赔 别急 税收的大头 京城的李富库 还有税收的官员 你想从李富库下手 哎呀 没办法呀 现在我们处于被动 只能抓住所有的机会了 而且 那些税收官员做的账 一塌糊涂 根本就看不懂 税有没有收完场 所以我只能想办法 让他们亲自开口了 对了 那这几日 你就先住在城乡府 一定要仔细观察 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 你放心 家里交给我 嗯 殿下 老六跟你说什么了 殿下放心 我是一个字都没暴露 只是假意答应六皇子 会为他作证 做得不错 事成之后啊 让你做皇上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不过作证 你当然要缺 皇姑指证 老六用配方贿赂你 为丞相作假证 殿下放心 草民知道该怎么做了 之后 我把这扎染配方也送给你 少不了你的好处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殿下 切身提醒您一句 六皇子可不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善良 他一定做好了后手的准备 在柳姑娘的安排下 一切都在姑的掌握之中 怕老六还能翻出什么话了 不交不躁 方明之声 不过是个风格 你敢教训本太子 狂妄 睡官就喜欢来这里面赌钱 只要不当值都来赌 并且手气不错 我来会会他 作为一个现代人 出老千的手法 懂得可够多了 再来一张 好嘞 不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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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躲了怎么能想 你欠了我筹码一共二十万两 人交了才能走 二十万 不可能 大人 这欠条上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好歹是朝廷命官 我告诉你 要是你嗜赌成信 并且还欠债的消息 传到皇上 还比小命还保得住吗 你 你保底是谁 想活命 来六皇子 好 下官不知自己 让了殿下的雅兴 还望殿下赎罪 于大人身为税官 却痴迷于赌博 风气不正 你这样若是被御史弹劾 怕是官冒不保啊 但是呢 这件事 你还有一丝转机 陛下请说 只要您能饶了我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那你就如实告诉我 今年的水收 到底收了多少 这 这 下官 下官 于大人心不成啊 那没办法 那我只能明日去面圣 把这个欠条给父皇看看 到时候 你就看看皇兄 能不能保住你吧 我说 我说 好 站起来 谢殿下 把你知道的 如实告诉我 今年的税款 只收了十分之一 送到丞相府的旧事 为何如此 太子殿下 私自修改副税 民税 加了无数 商税 直接翻了一番 这百姓交不起税 商户也交不起 太子殿下 你看漏洞 无法弥补 就污蔑 污蔑什么 污蔑原来的税官 是贪官 被抓以后 这事 落在丞相手上 当东窗事发之后 丞相大人就背锅了 好一个太子 殿下 你看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能不能把七条还给我呀 朝堂的风气 就是被你们这些贪官污吏给破坏的 宗臣寒冤 贪官贪图小乐 成何体统 都是太子逼我的呀 若我不从我一家老乡 那都保不住 殿下 你饶了我吧 不行 口头证据还不好 我要你五日之期到了之后 跟我一起去朝堂为我作证 那到时候 这线条一笔后销 殿下 这是让我和太子殿下作对 那我不还是得死吗 你如果跟我去 我还能保你一命 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 这个线条明天就会送到父皇的桌上去 你没得选 都听殿下的 殿下如果需要 下官随时可以作证 这太子可真够隐恨 没想到 他连税收都敢作假 不行 我今日就要进宫 为我爹去申约 等等 坐下 别着急啊 这些东西肯定不够 有于大人和父皇的作证 还不够吗 太子精心过了这么大一半期 无可能让我们这么轻易就达到人 于大人和李父皇的话 都不能信 那我们就要一直屈服在太子之下吗 对不起啊 总是让你担心 其实我本来就无心地位 但是太子却三番两次地针对我们 他自己昏庸又无能 如果让这样的人坐上地位 这天下就完了 这权 我夺定了 这权 我夺定了 不过 我们有李父皇和于大人的证据 或许我们可以试一试 给太子重创 太子手段很辣 如果不能一次性给他致命一击 他肯定会拼死反扑的 我们 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刚才那两个人 都是墙脱草 他们可以被我收买 也一样会被太子威逼利用 我实在是不放心啊 写些天我去看过爹了 才三日时间 他已经瘦了一整圈 我怕他年纪大了撑不住 终身不该受如此远距 就会结束了 明日就是五日之期的最后一天 明日我们不仅要救出城下 为他洗清远居 还要把太子拉下往 你是不是想了其他办法 太子 他可以用他现在的权势 威逼利用那些护妇 官员 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收买 这天底下千千万万 一无所有的老百姓 这些老百姓 对于高额税收早就恨之入骨了 他们才是我们下手的关键 可是时间不多了 想要劝输那些根深地固的百姓 他何容易啊 想要劝输那些根深地固的百姓 他何容易啊 听到 就按我说的早 没问题 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 我一定会办妥 那就辛苦你了 都是一家人 别说产不话 启禀殿下 有人找 柳姑娘有事 妾身就要离开了 特意来和柳殿下 道个别 专相 还来得及 柳姑娘 怎么这么快就准备想法了 清风楼也是要追随民主的 太子狂妄自大 不值得妾身再为其出谋划策 今日告诉殿下太子的谋划 只不过是想卖个人情罢了 那你我之间 既然六殿下心里只装得下沈姑娘一人 那妾身就不再横插一脚 能遇到殿下这样的对手 妾身甘愿服输 只是妾身还有一事相求 清风楼从不滥杀无辜 只希望六殿下继位以后 可以留清风楼一条活路 我答应你 把门打开 我跟丞相有话要说 殿下您怎么来了 这牢中阴冷邪气 别伤了你的记录 都是一家人 不单气运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走 你还好吧 我可清楚 都很担心 殿下 事情可有了新的进展 睡影一事 牵扯深刻 但是目前已经确定 必定和太子有关 明日朝堂上 您可千万不能认罪啊 殿下 龙菜特意多准备了几个菜 您和程三慢用 慢点 菜里有毒 这 这 菜里有毒 这 必定是太子的手笔 他现在知道我查明了真相 便要杀人灭好了 现在如此恶毒 如何成为一国明君呢 是老臣心错了 我知道丞相您 是铁骨铮铮的忠产 但是一定要忠于明决啊 现在太子贵的权力 他可以不择手段 像这样的人 一定不能让他继位 殿下 是老臣不是变弓 被蒙蔽了双眼 就算你去了亲中 老臣也未见相当 的地位啊 我明白您心中的过敏 因为 毕竟之前的六皇子 的确是不学无助 可比起的太子 殿下 才是靠着真才实学 颠覆大家的印象的人 殿下 老臣的好 定的尽心辞职殿下 丞相大人 我必多礼 目前 其实我更担心的 是您的安全问题 现在太子已经猖狂到 赶在饭菜里下毒 我怕他 殿下 您太小巧我了 做丞相这么多年 保住自己的心的本事 还是有的 做丞相这么多年 保住自己的心的本事 还是有的 殿下放心起座 老臣手中有些 关于太子的证据 好 那您 一定保重 老六 五日之期已到 税款的去向 你查的怎么样 回复广 儿臣已查清楚 税款的来龙去脉 只不过 真相过于荒谬 但说无法 其实今年的税款 连议程都没有收到 既然税款根本就没有收齐 那又何来税款丢失一说呢 把陈相带来 关于税款一事 陈相有什么要说的吗 父皇 口说无凭 六弟也要拿出证据 毕竟一百五十万两税银 可不是小数目 皇上 老臣从未想过 私从税银 六殿下 随成群的清白 老臣感激不息 拿证据来 证据在此 父皇 这本账策 混乱不堪 关于税收的部分 更是混乱不清晰 并且 儿臣查到 国策的税收等次 和实际的税收等次 也根本不一样 这税关 论罪当处 父皇 儿臣有不一样的见解 这几日 儿臣也调查了税银一案 发现了完整而清晰的账本 六弟 你的能力 还是有所欠缺 六弟 你的能力 还是有所欠缺 账策 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朕 要看切实的证据 父皇 京城附户李家 是纳税大户 他们家所缴税 是我们所收税银 总体的三成 但是儿臣通过走访 调查发现 他们 根本就没有缴税 人 我也已经带来了 宣他进来 皇上 草民不敢不缴税啊 今日进宫作为证 都是六殿下逼的 你说我六弟贿赂你 可有证据 平白无故的 可别冤枉人 有 有 六殿下就是用这配方 贿赂于我 让我进宫作假证 还 还让我诬陷太子殿下 老六 这是怎么回事 请父皇 再给儿臣 还有一个人 带上来 余大人 麻烦你把税收一事 如实向皇上禀报 如果你能说得清楚 那么这个欠条 我就同你一笔勾销 皇上明察 臣从来没去过赌场 这张欠条 那是六皇子伪造而来 为了让臣出面作证 勿免太子殿下 六殿下 六殿下竟然拿臣的家人 做危险 请皇上 太子殿下 为臣作主 至于这税淫一事 全是由丞相一人操办 只是税淫丢失 臣斗胆猜测 这都是六殿下的计谋 请皇上严惩 老六 我本以为你是旧丞相 才误入歧途 没想到你装装渐渐 都是针对我 没想到你装装渐渐 都是针对我 回禀父皇 儿臣所言句句属实 并且从来没有 要陷害皇兄的意思 证物证据在 你还要狡辩吗 父皇 儿臣今日准备的每一个证据 都被现场反水 或者是受人阻碍 您 不觉得奇怪吗 老六 有话直说 不必扰弯子 这必定是有人在丛中捣毁 不想让真相大白 六弟 瞧瞧你这话说的 你这明明是查不出事情的真相 就开始诡辩 企图蒙混过关 你当圣上是三岁的小孩吗 老六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父皇 儿臣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这些人 只不过是儿臣用来迷惑 背后之人的手段 儿臣 六弟 你这是无计可施了 才成口舌之快 假如你没有做这些事 那为什么所有的证据 都会指向你呢 皇兄 事情还没有下定论 你为什么要如此针对我啊 难道 难道 这背后之人就是皇兄 老六 人争物争俱在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沧海手足兄弟这种事 你都能做得出来 你还有什么事 是做不出来的 太子 事情还没弄清楚 你作为皇兄 何必这么针对老六 是 父皇 让老六把话说完嘛 老六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 你打算怎么解决 儿臣认为 居庙堂之高 就应该体会民生疾苦 老六能这么说 朕 甚是欣慰 而且 儿臣从来没有想过 要从这些 看官污吏身上解决问题 六弟 此话怎讲 难不成还有其他方法 李富库 殿 殿下有何吩咐 麻烦你仔细看一下 配方 每一行的第一个字 是什么 是殿下 怎么会这样 太子 纸上写的是什么 回父皇 写得问心无愧 父皇也可以把手上的那张线条 翻过来看看 无愧于心 无愧于心 妙啊 老六 这正好对应了配方上的问心无愧 老六 先起来吧 谢父皇 儿臣参见父皇 平身 谢父皇 六皇妃 这里是御书房 岂是你能来的地方 父皇 这是百姓联名签署的万民书 上面写着百姓的冤屈 还请父皇明察秋好 父皇 不仅有着万民书 还有一位百姓选出来的代表 就在殿外等候 父皇可以随时传他进来问话 让他进来 参见皇上 皇上万世万世万万世 起来吧 李大叔 您把您跟我说的事情 如实禀报给皇上就可以了 皇上 气数过高 到这家里可理无数 我们已经持续三年了 今年实在是救不起了 皇上 你就是用鞭子扯我 我也拿不出衣服钱了 我们哥们就不用交过税啊 李大叔 你好好说 皇帝会替你们做主的 李大人 报你交税 不交税 还打人 真是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 父皇 请息怒 儿臣已经想出了新的税收政策 老六 你说 儿臣以为 民税 只收三成 关税减半 如果遇到灾年 则不收赴税 方可解百姓之谱 这个方法不错 就照你说的做 皇上万世万世万万世 父皇 此事 危害甚大 上 隐瞒皇帝 下 欺压百姓 儿臣以为 绝不能轻易就这么算了 老六 你想怎么做 假账 在皇兄手上 我觉得皇兄 定然是要被一个说 儿臣也是惊心了 面临的尘眼 儿 儿臣也不知道 这账本是假的 是他们骗了儿臣 皇上 这件事跟臣没有关系 我都是听 此事到此为止 父皇 臣相是冤枉的 放他出来 官复原职 谢皇上 至于你 老六 查案有功 你想要什么赏赐 都可以说 不安 是儿臣的 但是这件事 如果就这么轻易结束了 该如何跟这些百姓交代 六弟 连父皇都说了不予追究 为何咬着不放 够了 都退下吧 老六 臣相留下 老六啊 家丑不可外扬 这个道理 你不会不懂吧 我当然知道 但是 这次皇兄做的 实在是太过过了 那些百姓苦不看眼 如果父皇 您不做出任何惩罚的话 这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你要知道 废太子 就会引起朝廷动荡 目前 雍国国力尚弱 经不起动荡 所以 只好委屈你了 儿臣并不委屈 儿臣只是不明白 老六 此事到此为止吧 今后朝廷的事 正会让你多多参与 儿臣知道 父皇决定的事情 一向不会轻易改变 只是 如果这件事情 就这么轻易算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 向那些百姓交代啊 皇上 殿下还年轻 有些事他还没有经历 自然是不明白的 老臣同样认为 家族可外洋 殿下登基部 此时跟太子 施力起了冲突 必定会为殿下 产生不良影响 还是臣相 了解这 殿下 皇上只居于是 为你多想 还不快谢谢皇上 儿臣 朕乏了 你们退下吧 怎么样 皇上给我为难你 放心吧 殿下 您还有钥匙 我不明白 为什么您愿意放过 差点要了你命的太子呢 殿下 老臣为官多年 深知为官之道 皇上 是九五十宗 最尊贵的人 他说过的话 他的做的决定 老臣哪敢来 您是丞相 如果连您都不能 直言禁剑的话 那现在还有谁 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 承 上有老 下有小 若是直言禁剑 惹怒了皇上 也会拖累到家里人的 殿下 皇上是非常重视殿下的 你又何必在这件事上 钻牛角 我没有钻牛角剑 我只是不明白 像太子这样的恶人 无恶不作欺压百姓 他为什么还能逍遥访外 这个世上还有没有王法 爹 我也这样认为 太子如此心急 皇帝还这般纵容 那任何 必定会更加无法无尊 做出更荒唐的事情来 我要去见父皇 太子 我要去见父皇 太子 你这般行为成何体统 父皇 父皇让我在东宫静养 实际上就是在软静儿臣 儿臣这太子 做的又有什么用 儿臣真的没有 儿臣 都是被手下这帮飞猫给骗了 儿臣根本就不知道 家长的事情 父皇开 父皇明察呀 父皇 到现在你还在为自己狡辩呢 你真含朕的心呢 你真以为朕是随便撤掉你的职务吗 丞相已经把你的所作所为 查得一清二楚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呢父皇 太子 朕对你已经是格外开恩 你要是再如此 吴朕 朕 绝不饶你 父皇 儿臣真的知道错了 真的知道错了 也罢 朕不会废去你的储君之位 你依然是你的太子 可朝堂上的事 以后 你就不要插手了 天下 我们已经查封了太子的技术产业 再这么查下去 我妈会引起太子的不满 太子名下的这技术产业 一直都没有浇水 早就应该查了 你们之前是怎么办事的 之前 你们爱一个太子的事 我能够理解 但是现在太子失事 不妨让我全权负责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国家的心事 如果你们害怕 大死回去 不必再跟着 殿下 我 竟然不是这个意思 做个事情和我办明白 殿下 对殿下 看着插封了你们一下的几首产业 再这样做以代弊 您太子的位置真的被架空了 岂有此理 我这太子还没被飞呢 他就骑到我的头上来了 大家看看 到什么地步 本太子在此 我看谁敢动 想封我的破子 把老六喊来 你们别忘了 谁才是大元国的太子 滚 封我铺子是吧 皇兄 怎么了 老六 谁给你的胆子呀 你怕不是忘了我才是太子吧 皇兄 你身为太子 自然是要为万民做表率的 现在有了逃税的嫌疑 那肯定是要接受应有的惩罚呀 韩剑你是欺人太深 皇兄 见此夜 犹如见父皇 会吧 好 你说你如果一早就这么配合 何至于像今天这样丢粮 稍等啊 皇兄我来看看 皇兄名下的铺子 一整年都没有交过付税了 核算起来 得补交二十万两税银啊 皇兄 那皇兄今日 是交现银还是银票啊 谁一次性能拿出来二十万 那就没办法了 臣弟也是依法办事 你说如果我对皇兄有宽容 对别人也不公平啊 韩剑你怎么敢 皇兄默契 皇兄默契 等你什么时候交足了税银 臣弟亲自来为你解封 你今日在太子面前的豪言壮志 可已经传遍京城了 两皇跟我讲起来的时候 灰色灰色的 现在想起来都想笑 不过太子这种记仇性格的人 当心反噬 放心吧 太子失事的这段时间 足够我建立属于我自己的势力了 皇上 六皇子坚活这段时间 国库快速冲云 军火间的大炮也更新迭代 其威力可以直接攻却担包 大龙海燕横轻 甚至有办法 老六确实另准刮目相看 短短的一段时间 提出了许多国策 而且 各个都是上家 这些都是儿臣的分内之事 儿臣绝不喊要功 六天下财民远扬 和以往的名声相比 简直是天翻地步 可见是费了一番心思 这是自然 六皇子的历经图治 导致了如今的太平盛世 没有人能磨灭起身上的功了 老六 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说 只要不过分 朕都能满足你 皇上 臣认为 依照六殿下如今的名声 完全有能力胜任太子 臣以为 应当废太子 改六皇子为太子 皇上 六皇子 曾未有过此等相关 父皇 儿臣 只做实事 不求虚名 还请父皇明见 会朝 老六 跟朕到御书房来 跪下 跪下 这原本以为 你是一片孝心 手足情深 想不到你狼子一心 对太子之位 早就起了觊觎之心 儿臣不敢 不敢 今日当周 要我废太子 明日 是否要弑君篡位 这个位子 是不是要你来坐 儿臣从未这样想过 儿臣是看父皇 每天如此操心着朝堂之事 想尽绵薄之力 为父皇排忧几难 你可知 此人近日 连续上几乎你美颜 今日更是不顾个人安危 权战废太子 儿臣 儿臣冤枉 儿臣从来没有和这个人有过任何私下往来 完全不知道他为何要这盘 还请父皇明长 先起来吧 父皇 儿臣最近一直便利着您的身子 特意给您做了养生汤 太子 有心懒 这是一日子的休养 儿子潜心学习 尽此几目 终于明白父皇的一番苦心 儿子 还望父皇多注意身子 不要为了死 味道不错 父皇喜欢就好 儿臣这些日子 明白了很多事情 眼下就想多陪 日后 这些闲杂事物 就叫下官去做吧 老六 你前段时间 查封的那些铺子 就还给太子了 他闲了这么长时间 也该找些事情做 多谢父皇 多谢父皇 可是 之前皇兄欠下的税银 六弟放心 皇兄定会仔细按照条例 认真缴税 我相信皇兄 只是 事关国 不得不谨慎 如果有人仗着身份 就为所欲为的话 以后 有人效仿 人人如此 又该如何问 我定以身作则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太子这般 朕十分欣慰 老六 你还有何疑问 儿臣没有 老六 那你就先退下吧 太子留下 替朕摸摸 是 丞相大人 殿下 朝堂之事 皇上可曾亲一样 亲了 暂时打消了顾虑 但是刚才 皇兄去了一趟御书房 三言两语 就把父皇红的 将之前没收的铺子 全部还给他 如果再这么下去 皇兄恢复以往的风光 估计用不了多久 皇上这般踪怒 太子怕是忍不了多久 这朝堂刚刚起的风气 恐怕再次又毁了一旦呢 朝堂那帮人 早就在等太子替他们出头了 不过 太子之事急不得 日后我会想办法 怎么了 秦主 莫不是吃坏了肚子 还好吗 殿下 咱们有孩子了 我要当爹了 我要当爹了 太好了 秦主 但是 我现在特别担心的是 我现在是太子的眼中钉 我怕他会对你下手 秦主 你可愿意 先出京城闭一段时间 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情 我再回来接你 殿下 我舍不得你 说过太子真的要下手 不管在不在京城 他都会动手的呀 不不不 待你出了京城之后 我就加派人手 保护好你 然后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情 我再来接你 好吗 我相信你 殿下 你是 怕护不住我吗 我保证 我一定护你一生平安 我知道殿下 在担心什么事情 你放心 我怀孕这件事 没有向任何人提过 等你开箱作文 我再提醒父皇 但是现在 还是要请一个大夫 来好好替你看看 我才能放心 嗯 来人 以我 身子不适 寻个大夫过来 殿下 这脉象如珠走盘 大喜呀 可有虚弱之下 胃藏 非自身体一切健康 只需再开些药方 增补些营养 赏 殿下 安慰传言 六帝身子不适 何由此事 刚才 六殿下叫我过去 实则是六皇妃有身孕 什么 你说六皇妃有身孕 禀告殿下 千真乱劝 千真乱劝 伤财好卖 确实是己卖 六弟倒是个有福之人 我这个做皇兄的 也得表示一下 你日后好好的伺候 神千主 给我好好的伺候 是 父皇 这都是你逼我的 要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扶持六弟 我也不想这样 你说我做的对吗 哈哈哈哈 六殿下 大事不好了 我哪里说 刚才皇上批折子 突然间拥倒了 赶紧陪老人过来 请你过去看看 怎么会这样 父皇身体一向见到 太医怎么说 太医还没赶到 请你过去看看吧 太医 情况如何 启禀六殿下 并无中毒症状 只是 脉象显示 皇上的龙体 越来越虚弱 真是奇卫 父皇忙于朝政 举着累到了 太医殿下 六殿下 微臣去开个药方 此药方 乃是大 须美食 先服三次 何时能够康复 此药 只能先试试 缓解皇上症状 但 难以保证能吃 只有 过几日 才能对症下药 庸医 这连小病都治不好 太子饶罪 微臣实在是 无法诊之 微臣实在不知 皇上是因何缘故所致 因此无法对症下药 废 东方小 除了事 我一定要你退仗 别急 皇后 我这就面太医院 速查真相 太子 老六 请前来 申有话说 采姨你退下 这如今 申病卧躺朝堂之事 你们要互相监管 你们二人应该齐心协力 至于这监国私营 暂时 还是放老六之处 儿臣和六弟 定不会让父皇失望 好 下去吧 六弟 你说了是石像 就应该明白 你我二人谁为尊 皇秀 你看看这是个啥 看见他犹如见到谁了 你自己说说 怎么走这行 嘿嘿 二位殿下 如今使臣不日后再次来访 应如何应对啊 如今国库充裕 何不大肆迎接 你张行我大庸国威 六弟以为如何 如今国库充裕 何不大肆迎接 你张行我大庸国威 六弟以为如何 我认为 西阳和大庸现在 无论从经济上 还是军事上 实力都已经相差不大 应该以平常礼仪接待 六弟怕不是过于高看西阳了吧 一个手下败将 让大庸以礼相待 说出去都笑话 皇兄 今时不同往日了 西阳的发展 已经超过想象 如果现在还把它当做小国来看待 日后吃亏的是我们大庸 而且我认为 此次使臣来访 正是试探西阳的大好手 皇兄 你以为 迎接使臣乃大庸国的颜面 岂能儿戏 大庸国库虽然充盈 但也经不起如此的护杂浪费 如此奢侈 为何不把多余的钱财拿出来 用于百姓 你的意思是皇兄 我不顾利用百姓的死活了 我未曾说过此话 只不过我认为 明指明高 应当用于百姓 一个皇子 如此小鸭子气 像个守财奴 教室神知晓 岂不笑话 皇兄言重了 只不过 这国库钱财 来自于百姓 由父皇长官 与我是皇子有何关系 莫不是皇兄认为 这国库钱财 都是你自己的囊中之物 今天让二位来 是想听听二位的意见 丞相以为如何 微臣觉得 六殿下的话有理 如今大庸实在是不好 护杠浪费 外城来时 我知道缘由 不如借 没想到啊 没想到短短时间内 六弟进 勾拢了如此活的人 是我这个做皇兄的 不如你了 好你个韩奸 现在联合大臣来压我 连父皇都偏心老六 我这个太子还坐得稳吗 来人 把那个大夫给我带进来 我吩咐你调整沈青竹的身体 效果如何 一切都按太子所言行事 我看六弟还有显心掌管朝堂之事 想必是你调理效果不大 不如我换个人调理 好吗 殿下 都是晓得没有伺候好六皇妃 往您给我一次机会 下次一定让太子满意 记住 我要看的是效果 滚吧 是是是 父皇 儿臣加大伎量 属实迫不得已 若是您早点把皇位传给我 必不会受此苦难 只有父皇你倒下了 儿臣才能重新掌权 挖解六弟的势力 来人 把药送给父皇 大夫 我刚刚突然小腹疼痛 师父跟孩子出什么问题了吗 开盘有些不闻 怎么会 最近有没有通过房 怎么可能 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是什么情况 按道理说不该这样 现在只能静养 过段十日再来查看 别怕 今日我留下来陪你 不行 你等会儿还要去朝堂呢 今天不去朝堂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皇兄也会在那儿 殿下 你说我假怀孕这事 太子会信吗 他肯定相信 皇兄这样的人呀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让他自己以为 抓到了我的一个把柄 然后呀 骄傲自大 得意忘形 咱们就干脆利落地解决掉他 现在父皇对他还是有期待 不能再给他喘息的机会了 父皇 混账 给朕跪下 父皇 父皇 儿臣是做错了什么吗 老六 正错看你了 太子说 今日早上你因为私事并未上朝 就连发生山洪这么大的事 你都隐瞒 要不是太子告知 要不是太子告知 你想支手遮天吗 何秉傅 儿臣并不知道此事 请父皇明长 你这国事于何地 父皇不要欺坏了身子 六弟年幼 孩子信心 也怨不得他这般 老六 朕 太失望了 不私进去 玩乎职守 你满灾事 以后 将这等事 统统交由太子管理 老六 你就在府上 忙你的事吧 老六 你就在府上 忙你的事吧 父皇 您不必和老六生气 保重龙体 才是当我之急 如今 外国使臣来访 儿臣建议 大肆迎接 以彰显我大拥大国奔跑 不知父皇意向如何 六弟 如今父皇也赞成我 大肆迎接使臣 你之前拉帮结派的阻拦我 怕是白费功夫 皇兄 又何必以意孤行呢 你懂什么 待我为西洋修建行功 西洋必定是您纳目 如今您惹得父皇厌烦 好自为之吧 太子殿下 令牌在此 将国库大门打开 皇上吩咐 不可随意打开国库 请问太子殿下 应何缘故而开国库 父皇同意为使臣修建行功 速速打开 恐怕 现在拿不出这些钱 怎么 你要抗旨 不 太子殿下 前些日子六皇子 拿着令牌 吩咐我等将钥匙交于他 什么 这 如今这钥匙 奴才也不知去向 要不这银钱要问 怎么能将国库钥匙交给老六 殿下 奴才也是有力难为啊 你 把我给六皇子带出来 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胆子 六弟 你命人拿走国库钥匙 寓意何为啊 皇兄 为了一个使臣 如此铺张浪费 劳民伤财 不值当 那是皇上的旨意 难道你要违抗圣上的旨意吗 臣弟不管 但是 皇兄口口声声说是父皇的旨意 那圣旨何在 我命人拿走钥匙并且加以保管 是我的职责所在 皇兄 仅凭三言两语 便要我打开国库大本 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好 你是非要见圣上的旨意吗 是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两个现在就去寻皇上 求旨意 让开 太子殿下前来 是有何事 他是为了 给使臣建立行宫一事 专程来求父皇下圣者了 来的不是时候 皇上身体不适 如今已经切息了 封财还封负奴才 如能来的何人 君不见 此事重大 徐父皇定夺 我要见父皇 太子 实在是为难奴才 不过皇上早已封负过 若是有国事 交与二位殿下 自行商议 六弟 这国库钥匙 你是交还是不交 不交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交的 好啊 六弟 我没想到你现在 还是个硬骨头 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那我不管 我只是害怕 父皇快坐下来 来人 把六皇子给我抓起来 抓我也要给个理由吧 六弟残害父皇 下毒导致父皇身体爆养 包藏祸心实在该杀 父皇他明明只是体虚而已 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颅体爆料 成下毒了 你是不是要报复了 六弟 你还没明白 如今 父皇卧榻 现在你我二人谁有实力 谁才是最后的印象 带走 不好了不好了 殿下太子给抓走了 殿下提前吩咐过我 若是太子有异动 咱们就立刻进来 太子也太过分了 该是收网的时候了 太子殿下想要抓人 你得给个血血的证据吧 六弟陷害父皇 导致父皇体虚卧榻 这还不够 父皇体虚 曾就认定是殿下所为 难道仅凭太子一人所言吗 你们想要证据 好 那我就让你们心虎口福 把那人带上来 把那人带上来 六弟就是从此人手上 拿到西域祈祷的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六弟还要狡辩不成 皇兄 你仅仅靠着一个 江湖郎中就要定过的罪 未免也太过儿戏了吧 更何况 你又如何证明 我和这个江湖郎中 有联系呢 问得好 六皇妃 是怀孕了 正是此人在府中调养 你们接触的机会 夺了去了 嗯 是不是父皇最近频频放权给我 导致你心里不舒服 心生怨土 所以才联合了大夫 拿了药给父皇服用 我说的可对 问你呢 谁从你这拿了药 不知道吗 是六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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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已至此 你还是认罪扶朱吧 皇兄 你千算万算 你可知道你自己漏算了一碗 你什么意思 青竹 根本就没有怀孕 我又怎么会叫衣裳 天天去我的腹中调离吗 况且 青竹 被误诊怀孕的消息 我从来都没有往外陷入 皇兄又是如何得知的 莫非 你还真是首颜 弯天不成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传太医 是他好妹 六皇子妃 确实无神韵 怎么可能 再好一遍 这可是父皇的寓意 你现在是在怀疑太医吗 难不成 你还怀疑父皇 是太子用家人威胁草民 草民才陷害六皇子的 你还隐藏了什么 术术招来 本官可保你性命 草民不敢残骸当今皇上 所以 给太子的药并不是毒药 而是毒药 下药的途径就是 太子每日送进宫的 汤汤 你耍我 什么假怀孕 都是你一早计划好的 皇兄 我们俩之间的算计 彼此彼此吧 今天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父皇病重 没心思管这种小事 只要我把你们全部杀了 你们一样也不是白口怒辩 哈哈哈哈 六弟 你真的是永远都比不够 皇上驾到 太子 我好得很呢 父皇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大佣 也没有你这样的太子 下毒 逼沟 太子 你好狠的心啊 残害生父 而且 你还污蔑 少族 你的罪过 能死上千回百回了 父皇 你听我解释啊 父皇 请你解释 要不是老六 早有预防 急醒朕 不要喝你的根咖 只怕你 现在都已经坐上地位了 来人 太子大入大牢 废太子 择日后审 父皇 我不要父皇 给我一次机会吧 父皇 父皇 别气坏了身子 老六 你游泳有 而且心思细腻 之前 是朕小看了你啊 与西洋建交的任务 还是交给你 完成的出色 这太子之位 便是你的了 儿臣 多谢父皇 太子 你总算是罪有应得了 我看西洋山城 也是个好 难 我会放过你的 我会放过你的 我要将你碎石碗断 死也要拉你当前辈的 刘皇子 刘皇子 又见面了 使臣多日不见 大运化进步不少了 大运 好啊 强制和弹药非常厉害 西洋的军事势力 又上升了一个刀次 不知道 不知道史山今日前来 异域何为啊 是想 通伤更进一步 还是 这次 我想用 我们的西洋大炮 换取大用 更高级的技术 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出 西洋的诚意啊 刘皇子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 一直想要西洋的大炮 史臣大人有所不知啊 在我们大庸 有一句成语叫做 更新迭代 但是你给我的大炮版本 是你最初的版本 像这样的一个垃圾 我们怎么 看得上呢 刘皇子 你这是瞧不起我们西洋了 史臣大人别生气 先喝杯茶吧 没有看不起 你们西洋的意思 我们可以拿出 最先进的武器和技术 来与你们西洋交换 但是你们西洋 是不是应该也要 拿出同等价值的东西 同等价值的东西啊 哦对了 听说 最近你们西洋 研制出了一款长枪 威力甚大 我觉得这个交换是最合适的 去取大用 怎么可能配得上 若西洋史臣 没有这个心 那么就请你接着游玩大用 然后原路返回吧 我们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有长枪 跟你们做交换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别的要求 史臣大人但说无妨 只要力所能及 一定尽力完成 我们西洋过的王子一直想求去 打用女子 可是寻传女子 根本配不上我们的王子 人像之女是猜女 如果刘皇子能格爱 咱们可以掐探 放肆 你怕是忘了她是我的夫人了 刘皇子不要生气 我早就打听过了 你们打用有这样法律叫 喝女 是不是疯了 刘皇子 何必执着一个女子呢 你有身份 有地位 哪有还有这么多美人 少一个又如何 告诉我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尽量满足你 但是要我夫人 绝对不可能 我爱 你们打用不都喜欢三七六千 难道刘皇子 你只缺一个妻子吗 没错 我喊起来 就是要 一生一世 一双人 还请刘皇子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还会再答应待无情 你今日博了使臣的面子 说他怀恨在心 只怕 放心吧 夕阳没什么真本事 只是嘴上功夫力 六殿下 皇上有请 父皇 来 老六 看看朕 这手字写的怎么样 落笔求尽 笔走游龙 父皇 好字 今日会见使臣 如何呀 夕阳的胃口愈发大了 儿臣以为 不能惯着 老六啊 你可知 做事要循序渐进的道理 就像这写字一样 一定要心平气和 才能写出你要的状态 而你呢 在公堂之上 居然 直接和使臣对峙 又失我国威呀 父皇 可是他们想要青竹啊 王子妃 当然不能拱手相让 可明明 有更温和的办法 你却没有采用 比如 可以从达官贵族当中 选出女子 和他们联姻嘛 而你呢 却偏偏把局面 搞得这么僵 老六 你聪明有余 可惜 你缺少了一份 帝王的气 务必红豪使臣 是 务必红豪使臣 继续同伤 是 使臣大人 你是谁 我们主持想见你一面 随便告诉你 如何能拿下大勇 带路 大勇胎子 难为你还记得我 胎子怎么成这样 还叫我来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 拿下大勇 我受奸人所害 失去了自由 不 便想借助你们西洋的力量 拿成双眼 你说的奸人 不会是刘皇子 是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帮助你们西洋 拿下大勇 太子殿下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时隔一日 不知道六皇子考虑的如何 武器与武器交换 是最平等的建交方式 想要继继继续和西洋通商 拿到西洋的张家后 六皇子飞 就得跟我们走 大勇有许多女子都崇尚西洋 是真可以从中挑选 通商盟约最好还是在继续 不不不 我们就要他 既然西洋不成心 那这交易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了 我们也不需要你们的长江 西洋跟大勇 一直建立着长久的通商 难道六皇子 连这种商业合作 都不需要了吗 再说了 六皇子也不是皇上 能代表整个大勇 做下这个决定吗 我当然想要继续同商 但是如果你们 再一直觊予我的妻子 我们没有任何妥协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很狂啊 没想到吧 最后你还是得栽在我手里 慢着 别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 这是你要的东西 整个大勇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他得给我吧 只要图纸可不够 党太子 助我们拿下大勇 刘皇子 任你出事 你可知道你这是通敌叛国之罪 我命都快没了 还怕这些 大不了鱼死网破 黄兄 你以为一个西洋人 把你从大牢里放出来了 我会不知道吗 开枪啊 你怎么这么蠢啊 你死到临头竟然还是这么蠢 好一处狗咬狗 既然你们那坊完了 我们也该彼尸彼尸了 我早就说过了 大勇的东西 早就已经领先你们西洋太久了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六皇子 你太骄傲了 你们的胎子 已经把你们的机密图纸交给我了 并且 连你们存放大炮的位置都告诉了我 用大勇的大炮 对付大勇 再让我们西洋 作出愚弓之力 到那个时候 别说是一个丞相之旅 连整个大勇的旅人 都供我们挑选 六天下 西洋人占领了咱们的军火箭 大炮 手雷 统统都被他们搬走了 我们西洋人聪明 怎么可能会相信一个废物太子 我只是经过他的手 拿到了兔子 实际上 我们的手已经伸到了大皇后 你们那很贵的皇帝比 竟被我的人挟持了 就别挣扎了 我们的王子 很欣赏你的吃力 如果你能脚写投降 对我们西洋 还能当个王爵 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这皇子 你考虑的如何 你为什么会有畅强 你不能杀我 外面有几百多大炮对着大勇 你这是想让大勇变成飞絮吗 你这是想让大勇变成飞絮吗 殿下 我终于明白你说的西洋人脑子不好 这大炮怎么用 什么时候用都是我们说的 你们 皇上驾到 老六说的对 我们大勇不做任何人的附属 即便是西洋的强国 也休想获得任何索取 老六 是朕走眼了 比起朕 你更适合当一个帝王 因为你比朕 更多了一份果敢果决 和一往无前的胆量 等你把事成解决了 朕 就让位给你 我知道你们答应有句话说 于是王婆 我活不了 我也要让你 饱寒终生 不肉 送你的水枪怎么样 喜欢吗 休说一封 送往西洋 若是五日之内 我得不到条件 我们大勇就把你们西洋 移为平地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